安德罗波夫发起了莱恩行动 目的只有一个 收集这场迫在媒介的战争的每一个征兆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苏联特工被下令搜寻证据 其中便有在伦敦站的科格勃上校奥列格·戈蒂夫斯基 Kurewski,来吧 当它被钓在迟迹时 每天一晚 写OG要稳定录立该记录 关于副痕者 几次约攻击 translate 什么必须要做? 则写没有副痕者? 你会得出现如此烦当头影弊 出现写这样的事 一场核战爆发的迹象似乎无穷无尽 世界各地都被要求留意血液的价格 既有储存量 肉类供应和外交车辆的动向 在莫斯科 克格勃未来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 克留奇科夫全面负责莱恩行动 而所有的情报都被发回到这里 在32年里我认为不同的官员的官员 最惨罪的,最惨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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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惨罪的 人是VladimirKrushkov 最后总统的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他从来没有收到的情报 他从来说什么好或者直接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收到的情报 他说这就是情报 直到今日 已经83岁的克留奇科夫仍然坚信美国人的战争意图 他从来没有收到的情报 他从来没有收到的情报 在柯哥坡总部卢比扬卡广场内 克留奇科夫专门设立了一个莱恩房间 所有的情报都输入电脑 并在一个板上记录下来 当整块板被填满 每个战争迹象都具备的时候 这时就是该按下按钮的时刻 1983年11月4日 北约的演习开始升级 按照演习模拟的进程 苏联军队开始大举入侵 西德、挪威和希腊 这一举动被克格勃间控到 苏联对战争的反应再度升级 之所以让苏联领导人发出如此强烈的警告 其实并不只是神剑手演习的生计 还因为在八周前 美国人差点就找到了开战的托词 1983年8月31日夜晚 远东的苏联空军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飞机 正飞向敏感的军事基地 苏联军方确信 这是美国的间谍飞机 在刺探他们的空军基地 因为在1983年 美国飞行员经常进行这样的侦查飞行任务 他们会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 然后返回国际空域 但是这架飞机并没有迅速返回 于是两架苏联战斗机紧急起飞 奥西波维奇首先驾驶飞机起飞 不到一分钟 奥西波维奇便追上了那架神秘的飞机 I am positioned like this This is him flying and this is me And I am flashing flashing my lights Everything is visible I could even see the portholes illuminated Two rows of portholes 飞机没有回应 于是奥西波维奇被命令发射警告弹 They went tracer bullets I didn't even see them They were just normal armor piercing shells 最后飞机开始改变航道 开始飞向国际空域 As soon as I got this information I reported it to Agarkov The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He ordered me to destroy the plane immediately 但苏联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与奥西波维奇的对话 被在远东的美国监听站听到 I had no emotion Even at that time I had no emotion I was simply pleased that I had carried out my task 奥西波维奇击落的不是间谍飞机 而是一架由安克雷奇飞往首尔的 大韩航空007客机 机上有269人 What can we think of a regime that so broadly trumpets its vision of peace and global disarmament and yet so callously and quickly commits a terrorist act to sacrifice the lives of innocent human beings 最初 苏联领导人拒绝承认 基罗的课解 后来当他们承认的时候 他们声称 飞机是在执行间谍任务 并且用大量篇幅来证明 Well we altered the tape I had said the wing lights are flashing so now I had to say they are not flashing they took an electric razor turn it on and made me say they are not flashing using the razor to imitate the background noise in the cockpit I did it over and over again I didn't know you could fake this noise with a razor the worry was did it reflect a lack of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that maybe some local commander on his own initiative have been able to do this without any direct instruction from Moscow and if that had been the case what would that tell you about ability to use at least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for instance so I remember that being a warrior at the time 面对全世界的谴责 克格勃情报站被告知 美国利用这次事件煽动反苏情绪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神剑手演习也加快了步伐 1981年3月 唐宁街10号内 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眉头紧锁 在英国各大城市空袭警报 此起彼伏 数以万级的难民涌入乡村 纵火一抢劫成为了常态 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平原上 潮水般涌来的华约部队 已经撕裂了北约防线 联邦德国危在旦夕 在铁娘子的半锅桌上 摆着一份盟军最高森林部的指示 以邀请英军发起核攻击 并非小说或者是电影 而是英国在30年前 制定的战争计划书 事实上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似乎并不遥远 在位于比利时的北约核延体内 演习仍然按照计划进行 尽管这次演习只是测试战事通讯 但苏联却越来越惊恐 他们确信 当西方袭击的时候 一定会是在演习的演示之下 在苏联 来自演习中的前方信号 从地中海传到波罗的海 整个演习有时候会安静一小时 然后再神秘地开始 这是苏联人无法弄清的谜题 而为了不让正在窃听的苏联 有错误的解决 每个北约的信号 都含有大量演习演习的字眼 这意识到这意识的意识 当然他们说这意识 这意识到这种大批评 这意识到NATO的《Maskarovka》 但这意识到我们是做的 the soviets believed it was a mask for something much worse these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s were just fraught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under the cover of such an exercise an unexpected nuclear missile strike could be launched this was the danger that presented itself 为了提前预警 苏联花费巨资在卫星监测技术上 他们监视着西方的每个核基地的动向 直接将信息传回莫斯科的克格勃 甚至是安德罗波夫本人那里 但这一系统并非万无一事 韩国克基被击落三周后 一件具有潜在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发生了 1983年9月26日夜晚 彼得洛夫负责指挥一个莫斯科南部的预警掩体 彼得洛夫的寻常工作 是监视卫星拍摄美国大陆 它可以探测到核导弹 从美国中西部的地下发射井发射 冒字幕——YK